此时羽王脸色苍白地像个死人 脖子上轻轻抱起 拼命地在控制着自己 滚 全部都 滚 羽王十分艰难地吐出几个字后 很快 整个人便又蜷缩成了一团 快 快先找大夫过来 有人总算是反应了过来 让他们先去找大夫 真非那边的人 就一直站在那边 不上前也不说话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好在羽王的这种痛苦 并没有持续多久 前后大概也就小半课中的样子 主子 您这是怎么了 羽王并没有理会他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之后 他便挣扎着站了起来 仿佛这种毒发的感觉 让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他现在就要进宫去找父皇 让父皇再想想办法 最好是现在就能把宋臣 抓来给他解毒 这样的痛苦 他再也不想尝试第二遍了 王爷 娘娘让奴婢来问问王爷您的情况 您方才 母妃说什么 娘娘听完您中毒了 很是担心 本王现在进宫 自己去找母妃 王爷 您 羽王 您的脸上怎么会出现那样的东西 或许是太过震撼 他都忘了自己的身份了 伸手就指着羽王 羽王原本心中就极其不爽了 现在看到一个随便什么人 都可以如此地轻视他 顿时抽过别人身上的佩刀 便直接一刀就杀了他 那尸体 他连看都不想再多看一眼 羽王府的人跟在后面 看到这一幕 一个个都感觉脖子发凉 一个人就这样死在了他们的面前 他们主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怜那位姑娘 前一刻还幻想着的自由生活 现在就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 人命对他们来说 真的是轻如蝼蚁 这便是底层人的悲哀了 宋辰并不知道这些 他也从来都没想过 要帮羽王解毒 对他这样的人 他是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 之所以在给他这几天的时间 不过也是想要让他的心里 多受些煎熬罢了 他要让从皇上到王爷这一群人 都感受到这种心灵的恐慌 就当作是他们对不起 苍修权的代价 至于皇上那边最终会做什么 他无所谓 反正他们现在这边的事情 已经处理完了 随时可以离开 以后'dan我进化 一边 请不吝点时间 导致 就是 За